下午好 我们最后开始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亲 祝你能够帮助 能够理解人的真教 情节 理解人的思想 这实在有一点的难度 让我尽量讲清楚 讲明白 然后召集各位同学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请 上回提了五个 提了四个小问题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回答 中国法家的经济思想 是干什么之前 还记得吗 记得 我就不问了 记得了 就问过一次了 我想起来问过一次 还记得中国政治的 政治思想是干什么 经济就是吃饱 让你吃饱饭 政治思想呢 若民法治 若民 若民是什么意思 就是意识说 那你变成残疾人 不是 不是 若是什么意思 就是让你那个 若是 若是 比国家要若是 你永远 你永远比政府 比国家要若是 就是这个意思 出一种若是状态 你明白了这一点呢 你刚才我们国家 就明白了 现在搞什么 自卫 昨天不是一个什么事情呢 两个人在火车上面 别人散了一个耳光 反手 反手是不是互欧 互相打架 别人打你耳光 可不可以反手 可以 可以 法律上是可以的 但是这样 互欧 就是我们国家法律 它专门整这种 这种敢于反抗的人 一个农村妇女 我不讲这些东西 你不理解这个现实 怎么了 一个农村妇女 她们叫这个女儿 她这个女儿 她爸爸妈妈这个女儿 别人拆爸爸的房子 她别人几个人 我和乱死不成 是差不多的意思的 那她导呢 导去保卫 保卫定还有个什么 故意伤人 自我防卫过当 我们经常会发生 自我防卫过当 什么叫自我防卫过当 现在都不让 不是害怕 害怕的 害怕都不让 都是产生 对 这些强 敢于反抗的 都一定是强烈的打击 强烈的打击 你只要反抗 都是防卫过当 随便反抗 都是防卫过当 他为什么 这种法律 他就是要整你 让你变得很弱实 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然后我们为什么 搞个内法外辱 还记得吗 法家 他秦始皇以后 就还有脸面吗 还丢了所有的面 但是但是这套法制 就变成一个社会潜规则了 本来没有社会潜规则 自己国家搞什么 社会潜规则 国家是我的 我是皇帝 因为法家搞的那一套 弱民 还有让人吃饱饭而已 这种状态 他是拉不出手的 所以外面也搞一套儒家 宣传 人意道德 搞这些宣传 里面是法制 就这样子的 内如法制 还有个既既以什么 还记得吗 内法万如 或者万如内法 既既以什么 道 因为道家 你怎么 你国家那个衰落的时候 有时候很多人没有当官嘛 对不对 当不了官的时候 你干什么呢 你像道家一样消赏 对吧 到底美食啊 到底药酒啊 找个小老婆啊 过这个逍遥法外的生活嘛 就是真的嘛 既既以道嘛 道家的生活就在那么来了 就如道法三家还记得吗 国家这么乱的时候 游乱到治理 适应什么家 白家 道家 游家很乱 变得很平啊 变得很太平 游乱到太平 用什么家 是儒家 是道家 道家 国家很平啊 国家比较有钱 人而变得很乱 适应哪一家 诺家 诺家 这白上了课啊 这个 哎呦 诺家 儒家嘛 儒家这么搞乱的嘛 那么的人 是吧 法家呢 法家什么呢 佛家法 法家是拉不出手了 就是骨子里的法家 就变成个潜规则了 法家治理国 我们中国社会 法家就变成个潜规则了 你再去看一下 课堂有个同学 可能是没有来或者说老是分神了 有可能 你再去看一下过去的那个视频 或者PPT 我反正发给你们也没关系 发给不去 你就再看去看一下 这个儒道法三家 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 在经济位置也是这样的 不过是换了个面子而已 一个儒家事情 变成个马克思主义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 出了一张皮 皮了一张这么的皮 还记得吗 秦始皇家马克思了 知道吗 一点注意这个 一点注意这个几家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面的 他这种巧妙的关系 那我为什么不鼓励大家去改朝方待 我们就传福音信福音就行 你明白 不等于我是 不明白我是傻瓜 但我明白了 我怎么做 你不要随便去送死 我用了莫言的一副对联 跟他讲 很多喜欢 中国这么糟糕 我来我改一下 这莫言的一副对联 炮火连天不过是改朝换代 施衡遍延 具得为农家之地 你不过是替别人 那些改朝换代的人 去送死的人 不过是别人的一个利用的工具而已 因为他整个社会都是这样 人心老百姓也剩下 他也是在如刀法三家思想 有人问我 到纪约里穿福音怎么样 你就思考 跟黑社会穿福音怎么样 当然黑社会的人也应该接受福音 但是有多少人 去黑社会说不定 说着说着 他巴一个人来一抢没了 我就不给大家讲 你在世界上面 你要走出这个潜规则 走出这个潜规则 我跟他讲 不容易 你要走出这个中国的潜规则 不容易 那你要依靠什么呢 你的耶稣基督 知道耶稣基督 为什么叫奇妙测试 你的耶稣基督 奇妙测试这个名字 你认识多少 你认识的越多 你就越懂 你认识的没有 那你现在只能支持一张白纸 还不知道 比如说 我不知道你们教会 人心里有毛病 是找心理学辅导 还是找圣经辅导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辅导方式 那么搞圣经辅导的教会 多少会明白 耶稣基督为什么是奇妙测试 你依靠他 你才能走出这个社会的潜规则 那么你怎么依靠耶稣基督 你不是喊口号 大卫的诗篇 诗篇119篇 我何等 我请问同学 读一下 你要走出这个潜规则 你读一下 看一下 何其生 麻烦你读一下 诗篇119篇 97到103 麻烦你读一下 好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终日不住于思想 你的命令长次在我心里 使我比仇敌有智慧 我以我的师父更通达 以我思想你的法律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以我守了你的训词 我禁止我讲 走一切的写路 为了遵守你的话 我没有偏离你的点章 因为你教训了我 你的言语在我上场 何等干美 在我口中的意语在里面 对 这就是依靠基督 这种奇妙测试 基督有 大家知道耶稣基督 他有几个荣誉称号 他有几个荣誉称号 在以色列亚书第9章 耶稣有几个荣誉称号 诞生了 一个是奇妙的测试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奇妙的测试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还有全能的神 是个荣誉称号 是吧 是个荣誉称号 奇妙的测试就是你遇到危险 遇到很复杂的问题 圣经上面没有原话 没有叫你原话 没有人这样对付中国的前规则 他哪里来 那个是中国在哪里 他那是门徒都没来过中国 奇妙的测试 就是能够熟练的使用上帝的话语 特别是他的律法 十条诫命 就十条 没有神之兵法 三十六计 很简单 三十六计 三十六招 宋魁七十二变 上帝只有十条诫命 你如何熟练的使用这十条诫命 你就得人生的智慧 大卫就是这样 大卫做君王 他要什么 来帮补荣誉治天下吗 不是 就这样子 那么这些潜规则 越到我们生活 它会产生一个很简单 比如说第一条 我们中国社会 它有很多的功名利路 为你设定的话 好像你通关一样的 大家打游戏 这游戏通关一样的 它都已经给你设定好 你小些时候 你要幼儿园 首先你跟孩子 你又有出息 你必须找个很好的幼儿园 是吗 你最好是政府机关的幼儿园 那么这幼儿园以后 你会认识很多幼儿园的 特别好的朋友 他爸爸可能是 什么团长 还有什么长 什么局 什么的 你跟他们 然后你们家的房子买得很好 学区房 正是什么北大富小 还有什么的 湖南省的什么 湖南大学 师范大学下面的富中 富小 然后他开始读书 你这比较好的名校 对不对 你一下你读小学的名校 然后读中学的名校 读高中的名校 然后你开个985 你的同学就很 社会关系网就很大 你一层一层的往上爬 然后你读了北大或者清华985 211什么学校 然后你想办法去留学 然后你回过头来 进入什么呢 进入中府机关 最后是军队 当兵到军队里去 然后军队不能进来的话 你进中府机 进武警 武警不能进来 进中府机关 就从国务员 实在政府机关不能进来 你进电网 进烟草 这些进那么 还有什么水利水电 等等等等 这样的有钱的单位 你进入这些单位 那么实在还再差一点 你进入什么高速公路 是吧 你一年的收入几百万 别人在洗里头进入出门 如果你没有这种关系 那你就干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你爸爸 是一个打工的 跟肖老师一样 或者周老师 认识这种行业 那么你在国内 就是读到大学毕业 而且你必须带这份简历 如果运气很好的话 正好趁上国企在来招工 你可以进入一个什么建设局 那是苦菜单位 或者中铁敌几局 或者说 生活有保障 但是收入不很高 你替别人承包一些工程单位 这个已经是不错了 也是985学校毕业出来的 如果你运气不好 没有碰到这么好的单位招聘 一样的带这份简历 到北京人才市场去投简历 可能你投了100份简历 没有20份的回应 打电话叫你走 因为你毕业生了 没有人生经历 你必须必须想办法撒谎 就像我当初要撒谎 或者到深圳 来广州 到成都 到青岛 到上海去找一份工作 然后来月薪可能就说5000 或者说8000 你可能在外企 老外可能比一万 就你非常艰难的 在中国社会 他已经跟你适合了这种关系 这底层的 因为我们国家就是保证 底层社会的人能够吃饱饭 这是个意思 能想多到的 那就是特权机构的 普通老百姓能够帮助你吃好了饭 这已经是和谐社会 已经是开源盛世 已经是康钱盛世了 明白了没有 能让你找到5000块钱各月的工作 已经是对你是皇恩后当了 你还要什么 这是这个国家 因为法家自国 首先是保证普通老百姓 老师老师对不起 我迟到了 我不知道今天有课吧 没关系 你是上课吧 你都不影响我 没有影响我什么 你认真听课就是了 没有人都会有错误的 没关系 下次急着早 两点半过来 这个是中国社会的潜规则 那么老百姓有一句话 叫做代代恐慌 是恐慌令吧 代代恐慌 中地不如十年寒床 就是老百姓 一般人农村里头 国家开元盛世以后 还是康钱盛世 还是改革开放 就是保证你能吃饱饭 这已经是国家很皇后的 而且现在不让你农民不愿交税 一个月有150块钱的养老金 这已经是很不错了 代代恐慌 不如十年寒床 就农民呢 你的儿子最好是读书 不要不读书 第二十年寒床 不如祖上扛枪 就是你不如打江山 你是革命工程 对不对 这样子你可以混一个什么的 最差劲 每一个月怎么 军人退伍军人怎么样呢 也七八百块钱生活费 是不是 多的一千都两千 最好的有四五千块钱 各月对不对 那种农村里头 特务兵对不对 多好吗 农村里头一目王 四五千块钱 对不对 那祖上钢枪 不是无杀马乡 你这还是当光 当了光你才能享受特权 才能成为人上人 这就是法家自古 从秦始皇到此时此刻 我们国家的潜规则 就这样子的 老师那打仗的时候不也是 先打光 我现在是和平时 打仗的时候 不是 打仗怎么说 打仗那就按打仗的规则来讲 不讲是和平社会 感觉思想规则 叫战争年代的事情 另外一回事 战争年代 那就由江湖上叫富贵贤真求 那就是提着脑袋的事情 听说这句话没有 富贵贤真求 你跟1949年以前 你跟着了毛泽东 你发了 跟着蒋介石这边 你跟着台湾去 那跟着毛泽东 看你跟着毛泽东干什么 对不对 你可能也被 在文革的时候被打倒 很难说 对吧 你比如说1945年 你去当兵 然后你去延安 然后你把蒋介石给打败了 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 你那就是在整个大陆 那么 那你的结局会怎么样呢 你不好说 也不好说 可能你一辈子比较安稳 在部队里头 比较安稳 那也可能你变成一个什么市长 后来就变成一个什么县长 被人家当成的反革命 打倒在地 甚至扫了一点胳膊 缺个腿也可能 对吧 甚至打死也可能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很多党政干部也倒霉了 就难说 难说 所以中国历史上 也有句名叫富贵写真求 也有句冒写 冒什么写 那是重了没重了 就不知道了 那我不能保证你怎么做 我这告诉大家 作为一个历史老师 告诉大家 中国社会的潜规则 我当时法家治国 还有很多思想 我只讲了一个经济学原则 一个是政治学的原则 它导致了这种 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 一般老百姓 就是保证你能吃饱饭 觉得呢 你就 你要去努力的话 就很难了 他讲 有这些这样的圈子 有这些的台阶 你要去爬 那能否爬成功 就不知道 但现在很多人都在爬 买学区房 对不对 你们可能没有买学区房 你们跟我上这个课的人 给你们买学区房 他们在已经 包括那基础图的卷入 这种潜规则的运行 你要买学区房 考得好的诱缘 读个好的诱缘 读个好的小学 读个好的中学 读个好的大学 然后进好的国企 或者进好的政府单位 他们都在卷在这里头 就内卷在进去上 那么有一部分基础图 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和我 就不愿意走这条潜规则 不愿意走 那这条路一定会保证你发达吗 我不论了 很多人问 我也想搞那个在家教育 但是我孩子这样的前途是哪的 对不起 我不能告诉你钱都在哪 我自己都不能告诉自己 我相信我的上帝和保守 仅此 我只有这句话我回答你 你信不信呢 我没有人 我不能跟报告 你可能你考个英语 你英语比较好 考个国外的大学 国外大学 你一定工作在哪里 你国外的大学文凭 你能拿得到吗 我不能报上了 对不对 我有什么能力 我只是个教书的 那就是我也仰望上帝 如果你愿意的话 咱们一起仰望上帝 只能这样子 你问我给你开一个什么图 我开了什么图 你的孩子能不能考上SAT 或者SAT 能不能申请美国大学的offer 我也不知道 好 前面我讲了中国潜规则 我们依靠耶稣这位奇妙的测试 走出中国社会潜规则 耶稣是我们的拯救主 救出主 那我今天讲 最后一部分 中国人思想的产生 前面讲的是 地上现在就是中国人的幻想 有五大幻想 是我统计的五大幻想 第一个幻想叫武侠 这个幻想在西方也叫罗宾汉 罗宾湖的 叫罗宾汉 还有第二个神仙 中国人的幻想神仙 神仙在西方里头 西方文化的世界历史我没找到 对应的 还有追求精神的不朽 就是立功立名立德 西方我没找到 然后后面两个 给西方人的天子的拯救 就领袖崇拜 崇拜领袖 西方人的亚世王 稍微带记 我给大家讲英国的历史的时候 英国主上他们有个 很好的王 叫亚世王 他从一直以来 亚世王在卫世人当中 是一种美好的传说 有些像中国的三皇五帝 那种领导人民过上 幸福的生活 抵抗外来的侵律 这领袖崇拜 我们国家比较崇拜毛泽东 对不对 现在的很多的小红粉 你知道北京 有三个地方在热闹带着 一年大多在排队 几乎每天都在排队 你知道哪个地方吗 哪三个地方带着北京 天安门 天安门 天安门那里排队看谁 天安门那里排队看谁 毛泽东 对啊看毛泽东 因为人家崇拜毛泽东 这个你不否论 这是个事 你喜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 但事实是大概崇拜毛泽东 虽然毛泽东 有一个毛泽东式的人物 来整家中国 他是崇拜领袖 然后第二个排队的地方 比较多的是哪里 北京 还有没有知道吗 你可能不知道 我告诉你 还有一个是国家那个信访局 很多的冤假错案 大家都希望呢 上面的人呢 帮自己深渊 深渊解决问题 找谁呢 肯定不能找小老师 但是没用啊 找谁呢 找国家信访局那里排完了 对大概递了个告状的儿子 就是一位 第三个是美国的那个驻华大使馆 无论驻华大使馆有几个地方呢 一个是北京 一个是上海 一个是成都 还有广州 四个地方 一年到头了排了队 一大前找那个顾美诗馆 我北京都没去 广州的 我就看一下 哇那个人呢 现在在那个舞阳 那个什么地方呢 那个小麻药附近 那个地方 一年到头排了队 这就领袖崇拜 毛泽东崇拜他 希望他呢 解决我们当前中国社会的问题 所以这个人家呢 某某某不行 某某某也不行 最后呢 有个毛泽东式的人物呢 来出来 我们有领袖崇拜 也是天下大同 天下为公 我们民族有第五大幻想 西方人叫乌兔邦 中国人呢 不叫乌兔邦 叫什么呢 叫天下大同 世界大同 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四海之类及兄弟 我们一直幻想 这是经历过人间天国 我们这个民族 这个不光是我们这个民族有 以前我以为这是我们中国人成 后来我读书读多了的时候呢 我的西方人也有 他不过不叫大同 叫乌破邦 世界大同 人 这一番 五大梦想 有三大梦想呢 跟西方人一样 跟西方人一样 有两大梦想是中国特色的 神仙 神仙生活 还有一个呢 儒家这不行 是中国特色的 大家 最后就 第一个呢 就是侠客 罗宾汉 第二个呢 神仙一样的生活 在山里头 就很多人都愿意 怎么呢 回到山里头 大家都会很清静无为的生活 虽然不是神仙呢 生活叫神仙生活 伟大的领袖 毛泽东 这从来的 天下大土 情死无名 人生自古谁无死 这个要干什么 谁能备在这事 辛苦招奋取一金 干个要落四周行 山河破碎风漂戏 绅士浮成鱼大平 惶恐贪头书惶恐 林丁阳丽 探林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担心遭寒情 中国之后就追求什么 寻死留民 这个天下围攻的 建立个大同事件 无论是孙春山还是毛泽东 相同的相反还是有的 无论是马恩九还是习近平 他们也没什么相同的地方 有天下围攻 大同事件 这个是中国人有吗 马克思也有 我也也有 还有基督教的重启礼派 就是基督教共产主义者 他们也有 还有很多很多 基督徒有吗 这是幻想 我给大家讲一下 穆迦 穆迦是诸子百家里头的 比较有名的一家 但是他的创始人叫穆迪 穆迪这个人生于什么时间 死于什么时候 不知道 只是传说他是圣国人 圣国人就是荷兰人 哪个地方的人来 荷兰哪个地方的人不知道 他在鲁国跟着学过儒术 但是对儒家就不感兴趣 他基本上是反对儒家的 他反对天命 他相信鬼神 他是个宗教 是个宗教家 是个宗教家 然后他们的领袭叫巨子 叫巨子 手下的人都是很有才华的 要么就是能言善变 要么就懂科学技术 懂逻辑学 很算是变动 懂科学 还能制造个种器械工程打仗 要么武艺高强 这种三个科技同时一个人也有 都是很厉害的人 就是社会经营 这社会经营不是国家会写文章的社会经营 打仗 练武的 然后嘴唇游说的是外交的 还有科学研究的 研究什么当时 当时手工也不是研究发射导弹了 什么工程器械 火箭炮 应该什么 鲁班就是的 鲁班做那个 他之前做过一个东西 做一个鸟 云区 发射之后 飞上飞上天 三天都不会掉 那个当然是民间传说 你别把他当会死 只是说他 那是鲁班 鲁班 他跟巫子跟鲁班比较齐迷 这是他们的人才 然后他都成为了 他都是穆家 英文木子建立的 这个学生往往叫穆家 穆家啥 穆家脸长得很黑的人 因为他们什么呢 他还做事的人 一个做事的人 分你来 雨里去 怎么样呢 他人长得比较黑 比较黑 但是真是多么黑呢 我不知道这历史这么传说的 然后穆家成员呢 还有愤怒 你赚到的钱 除了你基本上 自己的要吃饭的以外 要费心给你这个 穆家的这个团队 他们有一些什么 社会主张呢 要兼爱 人与人之间 要兼爱的 就是你爱我 我爱你就兼爱 就彼此相爱 就兼爱 然后非公 就反对侵略战争 特别是反对 大国欺负小国 他已经帮助了小国 他帮的话 怎么帮那个同学 他们的人 多的时候也几百个人 一般情况下 一个团队就是百来个人 他怎么帮你的 他肯定给你应平 他没那么多人 所以他就 他喜欢研究很多的科技 怎样用那个太阳光照在你身上 让你那边骑火 就搞这些东西 然后怎样设那种 弓箭怎样设得远一点 然后工程的气息 让你搞得很先进一点 这让你打不赢他 他这种科技方面 你又他没别的办法 就像美国支持台湾样子 你支持什么 爱国者三导弹 过来对不对 前期日在爱国者三导弹 把那个把俄罗斯的超音速导弹 叫匕首 这样子给干掉了 你先进的武器帮助你 那你打赢 他就干这种事情 有点像美国人干的事情 然后提到节约 尤其是讨厌像儒家那种 普掌浪费 那么是肉不要说吃肉 一个老百姓家里没什么钱 你那时候还死了个爷爷奶奶 怎么样的 你搞很多的操办 让人家可以穷死了 对不对 然后他相信鬼神 反正儒家的那种 远离鬼神 他相信 然后天子 天子什么 研究科学规律 他主张研究科学规律 穆迦呢 前后两期思想 一个前期 前期找出研究社会政治 研究社会动乱 这些东西 后面以后慢慢的专门搞科学研究 因为他还帮着你打仗 帮着你打仗怎么样呢 他对你的本事帮着你 还不能嘴巴皮 嘴皮子帮着你怎么 也有什么用啊 然后讲道理 研究逻辑学 就是那个木子呢 也叫木迪 他跟鲁班是齐云的 鲁班是中国的木匠 首工业的祖师爷 历史上有个故事 在公书班造云体 在鲁 在楚国 楚国是个大国 像现在江苏的南部 安徽湖南湖北江西 这属于的都属于楚国 是个大国 圣国呢 圣国是荷兰的一个小国 巴掌大人 那么就打他的时候呢 木子就听说了这件事情 反对 你是一大欺小 维护社会正义 那维护正义是干嘛呢 他就过去拜访公书班 公书班 公书班 跟他讲 我们 我已经造好了云体 云体是古代的城墙了 你要翻过去才能打赢嘛 对不对 那么木子的 我也为楚国 他下面的古华梨 他大弟子叫古华梨 带了一百多 他两百个人 弟子已经到了楚国去了 到了盛国去了 他自己的一个人来到了楚国 公书班说这个木子就跟公书班就跟鲁班讲 你不要打人家 人家是无辜的 你跟他造这么多军事器械去打人怎么样呢 是不对的 是不义的 那个讲了讲了 这个木子很能说啊 郭书班呢 说的无关一块 他最后他说这个打仗不是我决定的吗 我只是个工匠而已对不对 我只是造云梯而已 那就是鲁国打 他说你打也打不赢 然后呢 然后他演练啊 就打仗的时候演戏 演练啊 就相当了一个杀盘演练 演练的过程中呢 那个穆迪带领着楚国啊 圣国就打败了鲁国的军队啊 在演练的过程中呢 然后那个楚王就是赵剑 他这里的这个云梯 是不是跟那种楚宗梯子一样 就那种 比普利子要长一点 能够翻过城墙啊 云梯的啊 今天不能给大家介绍云梯啊 云梯的中国古代军事的云梯 下面很重啊 上面很轻 它很稳当的啊 然后靠近你们城墙 然后踩着云梯就翻过去吧 他有个弊端呀 就比如说你爬那个梯子 然后一到城墙头刚探头 人家士兵拿马刀就把你头砍下去吧 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啊 这个人讲啊 讲墓子跟大家同学们 你的好奇心很好啊 但是老师一下子满足不了 你这么多需要 我先给大家就是那个墓子 那个罗班的 跟罗班 罗班说这个事情 我就做不了决定 因为我要处王 处王呢就召进了墓子 然后呢 胡鼠邦跟处王呢就演那个军事方面演习了一下 楚国输了 如果那个楚国的要处王就说好吧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墓子上你是不是想把我杀了 他说是的 我杀了你不就已经赢了吗 他说你杀了我没有用 我的弟子古华黎已经呢 已经到了盛国 带领我一百多个弟子 告诉已经呢 告诉他们怎样的 打上你们楚国如果去打盛国 没点管让你打输 就像现在中国打台湾一样的 中国大陆打台湾 美国说你打你肯定输 为什么我打出来 我已经把鱼叉导弹卖给他了 我也把爱国者三导弹 你的那个超原射飞机 超原射导弹 你拉过来的时候 我们的爱国者三导弹 把你怎么来 打下来 你的那个航空母舰 你的那个叫什么 巡洋舰过来的时候 我们的鱼叉导弹把你干掉 还有战斧巡派式导弹 所以那你就爆炸了 对不对 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成语 牧首成规就这么来的 牧首成规 牧首成规原来就这个意思 大家知道吗 大家后面两个成语知不知道 使不选择 牧首成规原来就是 就是我妈妈跟我讲 史嘉航你讲一下 他就是那个他一百个一百八十个弟子 莫子的一百八十个弟子嘛 然后呢就是说 就是 就是说 不怕死嘛 就是说他死了他也不回头 他死都不回头 讲得很好 牧首成规原来就是 我刚才讲这个故事 现在呢 现在是说他不会变同 不会变同 是中国人当中最有原则的中国人 不完全规则的人 我每次读 中国历史一个悲哀 就是说那是有品格的人 品德高尚的人越来越少 你知道吗 牧首成规原来就是说 牧子的那一地子了 守规矩 他是绝对的守规矩 他没有什么含糊的 比如说他最大的规矩 就是杀人者 伤人者刑 你杀了别人的人 你要藏命 然后呢 你伤害了别人 你要受刑罚 为什么要定这么个规矩 牧家 要阻止人与人之间 互相伤害 这很合乎圣经 杀人藏命嘛 对不对 反正流人血 他血就为人灵 因为人有上帝的形号 很合乎圣经的 对不对 但是 但是他在中国社会 要你变同化 别的中国人 不得理他们这一套 所以有个 本来是个牧首成规 是个好名词 对不对 现在变成个坏名词 就是很死板 很死板 很死板 那么很死板的话 就是怎么样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我以前做外贸 我的价格 我广能销售部门 我是很死板的 我给客人主动降价 我不管大科小科 我都没什么欺负人家 我牧首成规 老板还拉了我头头 所以这个信销得 怎么这么古板 这么固执 但是我的客户很多 我定当做不完 他们发现 后来就包容了我 要不然我也混不下去 就是这些很多国外的地形警察 他不像中国的基督徒一样 他们规矩 虽然他的规矩现在很败坏 尤其他还法制方面 那是一百亿亿人 就是牧首成规就是一百亿亿人 但是因为喜欢变通的中国人 诡诈的人他喜欢变通 对吧 他怎么呢 就讨厌 牧首席 死不旋总是什么意思 总就是脚后跟 就是前面有死 前面那你就砍掉脑袋 你的脚后跟可以往后转 死不旋 旋就是什么 你脚后跟往后回转 是这样的 看到吗 当然牧子有多少个弟子不好说 因为一般情况解释 是一百多个 那百多少个呢 你们说一百八十个 我见过又说一百六十个 到底多少个 整个不多 这帮人有个典型特定 当时有什么 就是死不旋转 为了达成任务 可以让他们去死 然后不管多么艰难和困苦 他们就赴汤倒火 汤是什么意思 中国的汤就是热水 汤不是你吃早餐的那个 刚才吃中饭的那个什么 你们的泡菜汤 或者说什么 肉汤不是 汤就是开水的意思 什么 中国古人说汤都是开水 赴汤倒火 就前面是开水 前面是火 我继续往前走 他们是理想主义者 很有理想气质的 就是很宗教情绪 去殉道的人 就愿意去 为了他们所信仰的道 他愿意去死的这种 真的人数不多 但是社会影响力很大 这三个成语 现在这个人到哪里去了 人都不到哪里去了 就死了 就变成了那个什么 三个成语 还得一下三个成语 木守成规 史不玄政 赴汤倒火 变成三个名词了 那么穆家会是在中国历史上面消失了 为什么消失了 不见了 很短的时间 穆家是在战国时期 孔子战国时期出现的 战国是475 公元前465年 大概到秦始皇统一六国 公元前221年 也就200多年 这个学派的人就消失了 留下这本书 木死 还有别人记载他们的 这个史不玄政 赴汤倒火 莫守成规 都是那些批评他们的人 留下的成语 这帮人莫守成规 这帮人为了理想 他可以赴汤倒火 这个人为了帮助别人 可以死不选择 但是都不见了 这帮人后来不见了 不见了变成个什么呢 变成中国人 但是中国人很怀念这帮人 很怀念就是个 明天刚才就武侠小说 就专门写武侠这个东西 是穆子来的 穆家的弟子来的 变成个武侠 他怎么来的呢 他怎么会消失了 这么好的人 这么好的人怎么不见了呢 下一堂课再讲 我们休息一下 三点二十二这会儿 三点二十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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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把点葡萄 虽有军兵安逸攻击我 我的心也不害怕 虽然青青倒闭攻击我 我必拯救安稳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张扬她的容眉 在她的殿里求恶 因为我早已荒满 她必安安地保守我 在她瓶子里把我藏在她 掌握的隐秘处 将我高举在庞市上 现在我的遗安守 高阔四面的仇敌 我要在她的掌握里 黄然心急 我要尝词歌颂 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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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声音 呼吁的时候 求你一句听 并求你连学我 因运我 你说你忙当 寻求我的别 那时我心想你说 耶和华你的面 我真要寻求 不要向我烟灭 不要放我当初仆人 你向来是帮助我的 救我的身啊 不要丢掉我 也不要离起我 我父母离起我 耶和花必收留我 耶和花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 赢我冲地的缘故 引导我走平道的路 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随其所远 因为王座见证的和口徒 熊烟的起来恭喜我 我落不幸在活人之地 得见耶和花的音辉 就早已上当了 要等候也和花 当中当 坚固你的心 我再说要等候也和花 我曾耐心等候也和花 他吹听我的呼求 他从火坑里 从与你中把我拉上来 是我的脚力在当时上 是我脚步稳荡 他是我勾唱心歌 就是赠美我们生的花 许多人比抗奸而惧怕 定要依靠耶和花 那依靠耶和花 不离辉煌和偏向 许家之辈得这人 便为有福 各位同学欢迎你继续分享 和大家分享 沐家在视频观点 沐家在中国历史上 消失的第一个月 这是我的分析 这是我照着我明白的 给大家讲 他们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 我们知道中国有个梦子 讲什么 生我所欲言 亦我所欲言 如果生和 那这也不会兼得 舍生取义 然后呢 中国部队的 叫什么 还有那个 也讲成什么 先天下之 又而又和后天下之 乐而乐 楚庙堂之 就是说 是进也又退也又人之何时乐也 其必予 先天下之 又而又和后天下之 乐而乐 这些人讲得好不好听 儒家的 儒家这些知识分子 讲得好不好听 生我所欲言 亦我所欲 二者不记得 我舍生取义 亦我所欲言 熊掌我也生 二者不可得解 舍欲 而去行掌而已 讲得非常好 但是梦子有没有去死 有没有去舍生取义 没有 他没有这么做 比如范仲淹 范仲淹 他的职额 去考什么 考读书 而且练武 那个 生巢练武 是不会重视的 好男不当兵 好铁不打钉 你不要去练武 你去读书 读书了 你就能够发财 就能够生光 发财 就是范仲淹 在生活当中 他是很世故的 但讲得很好听 先天下之 后天下之 你真的就这么去做吗 说说而已 你真的当成话听 你就输了 你跟他认真 你就输了 人家只是说说而已 那个墨家 他不是这样 真的去做 墨家真的去做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 他真的去做了 就是那些批评他的人 有一个成语叫 以身作则 规则的则 就是指他们 墨家的规矩 就是凡是墨家的学生 到各国去做光的时候 你要按照墨家的政治组织 来执行 那不能说你只是说说而已的 我们会监督你 你做不来的 你就辞职 你撞到钱来 大家分 然后墨家的人 吃苦赖了 严于利己 如果看到 有道义或者功力 就义不容辞 他们是劳动者 但是也是有知识的 长得比较黑 那么这些人 为了拯救苍生 拯救天下 他们怎么 他们自己的生活过得很艰苦 就孟子说 就是批评他的人说 说这些人 穿着很粗陋的衣服 然后鞋子 穿的是草鞋 有钱人家穿的是什么呢 皮革做的鞋子 或者不做的鞋子 他们穿的是草 草草草的鞋子 这是批评他的人讲的 跟你说 他没有好鞋子穿 他把钱赢了 帮助别人去了 他钱赢了帮助别人去了 他自己穿不了什么好东西 他到处就要草很容易 做那草鞋很容易 扎你知道吗 我奶奶会变草鞋 只要给把草 他扎起来就做鞋子穿 他自己生活过得很轻苦 用什么草 怎么草做的很多草 中国人有很多草 你在农村里头去看一些很多草 南方的刀草 水关北方的有了这 还有很多个人的草 我也不会变草鞋 我见过 我穿过草鞋 因为老师年纪比较大 在乡下找到草 然后庄子说这些人 其身也情 其死也报 这是活着的时候很勤快 死了对 就简单的埋了 死人幼 死人悲 他的行为太难 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圣人之道 反天下之心 这是庄子说的 就是他行的是 中国古来就是理想主义的 圣人之道 跟一般人的想法不一样 就反天下之心 天下不堪 一般人受不了 不堪就天下人受不了 天下不堪 木子虽独能往那天下活 他一个人就固执的这么做 天下人怎么样 他不在乎 这些人呢 真要是应该当王呢 应该差不多了 不过呢 木子虽独天下是豪野 当时庄子说 庄子他自己坐不来 他说木子这帮人 天下的豪野 这天下的豪野 这种人呢就这么了 太难得了 鲁星先生说 他说我们中国人 这样不好 那样不好 但是有一个好 就怎么呢 有一般人 他会舍身求乏 他说为民其民 他给你死磕到底 他死磕到底 他孤致 他任性 这种人怎么样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太难做了 太难 你说说好 很好呀 先天下子 后天下子 我也会说 对不对 死磕取义 杀生成人 谁不会讲啊 对不对 你做一看看 做不来 真做不来 但是他们做得来 他做得来怎么来 这人怎么做 这怎么怎么来 越来越少 多的时候呢 刚才有 我不知道 我知道就是百多个人 我更多的历史资料 我们专门研究木家 中国历史上面有一个学子 叫蔡元培先生 他专门研究木家 今天还有很多人 专门研究木家的学术 这个已经消失了 2000年来的学术 他们还去研究 就是这些人做人了 他的敌人都佩服他 一个人做人 做到你恨你的人都很佩服你 你说你怎么做人的 中国历史上面 也有个人叫张志忠 张志忠是国民革命军 一个集团军的司令员 他在抗战的时候 特别勇敢 他这么多个单片 在战场里面死 死的时候 那尸体你知道是谁收的吗 是日本 日本军队给他收了的 然后他的尸体收了以后 就交给这么军人 这么军人 这么的交易关系 我不知道 然后运回重庆 本来那一天 日军要轰炸整个重庆的 但是听说 那一天为张志忠将军 办葬礼之来 现在张志忠将军 还埋在了中国的重庆 有个张志忠纪念员 历史纪念员 埋在那里 埋在重庆 那一天 蒋介石还有带了 很多的国民政府要员 为张志忠将军下葬 举行葬礼 这一天你知道日军在干什么 日本军队停止轰炸 就是一个人 你是你做人 做到什么程度来 你的敌人都恨你 那你做人怎么样 挂挂架了 对不对 你连你恨你的人都佩服你 那你还有什么话说 耶稣在世界上 第一个说耶稣是 上帝的儿子人是谁 是犹太人吗 是个罗马人 对不对 一个罗马在鞭打耶稣 这个人出来 这个人真的是神的儿子 因为那实际上讲的是什么 父阿赦免他们 他们所做的怎么样 不知道 他们做的这不是 你已经为人家 受了这么多的苦 你还能够为人家 欺打还圆人 那个人不是神的儿子 正常人能做的 所以墨家的人大家都很佩服他 但是对不起我们做不到 我们凭我们的血肉之旨做不到 你们做的很艰难 太难了 其身也其失也不 那怎么的 我们也做不到 太难了 还有 这个赋堂导火也不是别了 墨者可以赋堂导火 使不选择 是吕氏春秋的人讲的 吕氏春秋是砸家 朱子柏家里面有砸家 其实讲到墨者有两个 墨家的人也分了两派 一个人上场面辩论的口才很好 还在武侠的练功夫 练功夫 武艺高强 而且这些人 秉控执法 他这个法律这个规矩 有非常的执行 在秦国有个墨家的人叫福通 福通的人他儿子杀了人 儿子杀了人 但是福通年纪已经很大了 这个儿子还养老 当时秦桧我皇 秦桧的国王 跟他说 你的儿子我免他死罪 有没有什么呢 没有人给你养老 你把你儿子 我把你的儿子弄死了 那你是来给你养老的 古代没有什么福利制度 今天也没有 靠儿女养老 那个福通说不行 杀人偿命 杀人者死人者 伤人者行 这是我们墨家的规矩 然后呢 他把他儿子给猝死 把他儿子给猝死 所以说这种事情呢 中国的法家是什么 王子犯法 署名同质 但那是骗人的 你见过历史人 哪个王子犯法 跟署名同质过 是不是 没有 都是说说 但是穆家的人他真懒 他真怎么做 真这么做怎么样 他怎么样 别人一般人就受不了 装子就讲 一般人就受不了 都做不了 所以穆家就 中国变成了个侠客 就不现在来 那个武侠电影 还有什么武侠小说 就是根据他们来来编的 虾编的 而且 当然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功夫 在天上个飞来飞去 他们只是武艺比较高强 比较上层 不至于天上飞来飞去的 那么功夫 没有 就是把他浪漫化了 这些人 第二个 他们属于社会上面的极端的少数派 对大多数社会潮流怎么样 是截然相反 他们而且是靠自己这么努力的 努力成为社会上面的极少数 他们自己有很强力的自私建设 有高尚的人格 还有丰富的思想 他们是个严密的宗家妥卸团 当时的社会孔子说是天下不仁 礼奔约坏 那么礼奔约坏的原因是怎么 孔子认为是 以下犯上 小人作乱 主要是小人的原因 不是君子的原因 而牧子认为 社会很乱 是上层社会阶级 那些上层统治者 那些贵族 他们残暴不仁 导致百姓生活困谱 请问如果你是皇帝 你喜欢墨子还是喜欢孔子 你想想看看 假如你是国王或者说你是宰相 你喜欢墨子还是喜欢孔子 孔子 所以墨子这个人讨厌嘛 他指出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嘛 对不对 他指出来是什么呢 是伤成社会残暴不仁 导致百姓痛苦 那么孔子认为是乱世的原因 社会有很多小人犯上作乱 这是这几个人 当然我们基础都是罪人 都是罪人 不不不不 不是伤成不中 下两年以后也是歪的 我们认为是都坏了 都坏了 但无论如何墨子 肯定不是很荒野的 哪个国家的统治者 能够受到了你这个墨子 这种说法 除非你去美国 如果的流光 那个是没有美国 否则你怎么能 你就是混不下去的 所以墨家非常讨厌他 不太讨厌他 墨家他自己也有一种阴性主义 就变了中国的武侠 这里有本书 就是说墨子就是的苦行者 然后法家更讨厌他 法家就为父的 国王是没错的 国王又是对的 那个法律实际的打击 让老百姓变得很弱势的 那个法家 那个墨家是让老百姓 变得很强势 对不对 所以义武犯禁了 秦始皇那个人 秦国就严厉打击 这个墨家的弟子 墨家巡视 就这样子 因为他认为 执法权是光丽 以光丽为事 你这葡萄人 你不能够执法 问题是你光丽 你执的法不公平 你欺负老百姓怎么 你大欺小 以强宁弱 就导致了这些 墨家就无论是儒家 还是法家都不喜欢他 当光的 当国王的也不喜欢他 那么他靠自己在努力 怎么久久这帮人 怎么来 久久这帮人怎么样呢 他没有生成的空间呢 大家都反对他 他也是人嘛 对不对 他要不要吃饭 他要不要穿衣服 他也是人 对不对 久久这帮人就消失了 到秦汉时期 就有200多了 不会超过300年时期 这帮人就没有了 第三个 他的功力性不强 他的追求 对个人 因为人性是自私的 人性是自私的话 那么你如果这事情赚不到钱 生不了光 发不了财 大家为什么要努力 去做这个事情 比如说墨家后期 他就叫认识了逻辑学 几何学 光学 经历学 成为墨家后学 还要不然做游侠 游侠政府要抓这些游侠 打击他 当现象反革命 颠覆国家政权罪 跟他打击 那么你怎么呢 你没有生成的空间 你请问你研究这些东西 除了打仗以外 还有什么用呢 比如说小孔成香 蜡烛 罩在那桶里头 都用来就成个香 请问 这样的东西 能够生光发财吗 你研究这些东西 能够生光发财吗 不可以 不可以 没什么用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 你研究数学 在那个墨子里头 他有关于几核学的一些点 点 线 面 体 语言 还有背数研究这些东西 因为他要帮助那些弱国 做那些器械 他就把这些找出了些 比如说实境字 我问大家 没有现代西方数学之前 我们中国人会建房子吗 我问大家 没有欧洲传过来的数学 中国人会建房子吗 会 中国人会算几经几两吗 会算数吗 不会 也会对不对 他实境字是谁发明的 谁告诉中国人的 一二三四个字 实境字 不知道到底是谁发明的 整个墨子的一个书里的记录了 实境字 一斤十两 一米的十分米 就是实境字 在中国历史早就有了 知道吗 这是数学计算的一个基础 因为他为什么教这些东西 他还方便人家打仗 方便计算改进这些打仗 打仗的那些工具 他就把这些东西 用科学 也把它写在书里 教导别人怎样 制造这些器械 有没有用 能生活发财吗 不能 不能生活发财 那老百姓一般人觉得 就墨子虽然 墨子的作品是中国古代 科学成就的 一个巅峰状态 但是不能生活发财 一般人都不感兴趣 什么是要感兴趣的 当欧洲 中国到1840年以后 英国人乘香港 进入中国大陆的时候 他带来西方的这个科学技术 那么有些人发现 这西方的科学技术 在我们的老祖宗 那个墨子的作品 这也有啊 有啊 有有什么用 你没有用它 看是不是这样 是有用 但是你没有用它了 对不对 你把墨子量在那里头了吗 所以中国人后来后来研究墨子 是一位外国人的人 外国人攻打中国 带来很先进的什么 尖船 力炮 还有什么各种科学器具 发现 是啊 西方人比我们中国强 那我们为什么会落后呢 然后看到我们的老祖宗 到了墨子以后 就就科学技术 怎么呢 不再往前发展 是吗 没有 或者说发展的很少 到了圣朝的时候啊 发明了一些火药 这个东西 基本上就不 但是这东西不感兴趣了 中国最好一个发明带 是牙刷 由我给你讲 中国科学技术说 牙刷是中国人发明的 明朝的一个皇帝啊 明孝正啊 他牙齿不舒服 就是把那个 那个竹毛 放在个墨子里这戳啊 后来变成牙刷啊 变成牙刷 这中国最后一个发明工 就是这样子 在今天为止 你看还有什么 都是中国人发明的 因为没用不能够生亡发财 知道吗 不能生亡发财 就是中国人没兴趣啊 还有一个啊 墨子呢 他研究宇宙啊 中国人说上下释放叫宇 古往今来叫宙啊 他当时把时间定义为久啊 空间定义为雨啊 雨这是个整体啊 时间要开始要端啊 他认识他的学术嘛 因为他要搞科学一些研究嘛 他要搞这些研究 别人也没兴趣 就墨子以后啊 基本上知识分子这套都没什么兴趣 因为他不能帮你升官 不能帮你发财 不能帮你娶老婆 不能帮你赚钱啊 因为他觉得原来是打仗的 帮助你打仗的 所以墨子是春秋时期 中国科学机器的天文 大家怎么不感兴趣 得到这一套啊 第四个 他遭遇了很多社会打击 刚才讲了一下 如果你是皇帝 你是国王 没有 都大家比较喜欢孔子 也不会喜欢墨子 墨子让你享受 不会享受权力的乐趣 儒家啊 儒家让人享受权力的乐趣 当然国王大家都很恭敬我 那墨家来说指责我不仁不义 导致天下大汉 就像那个以利亚 以利沙样的指责个鸭哈 你是以色列招货的人 当国王都不喜欢 那指责我怎么样呢 到了西汉时期 就是耶稣出生前一百两百 汉武帝独生如数 那么墨家就没有做生 基本上就消失了 整个西汉的汉民就建立的时候 墨家来就消失了 这是外部的原因 是个人受了打击你 那你没有深层的空间 那你也是人啊对不对 那人怎么样呢 日常正常的生活起居嘛 就没有不见了 内部呢它是偶像角色 他们的句子啊 就领导的人呢 就是绝对的正确 别人呢 只是个被领导的工具 他组织非常严密 那么呢 梁启超先生研究 就是晚清梁启超先生 他的制度呢 有点像罗马的教皇化 就教皇屋一样的 也就是那个墨家 他是个真家主持 他成败各种鬼神 他的这个句子呢 就相当于教皇一样的 然后他传诗起来一波 他想传给谁就传给谁 不是民主宣传 是教皇而执行的 他就把人当成偶像了 他的上贤 上贤是崇拜 崇拜这个最显念的 就变成了内部的一个偶像成贤 这样的导致了怎样呢 消失了 他把 也就是世人都犯了罪 仍然都亏气了上贤 哪怕墨子这种品对 非常高尚的人 他也是亏气了 他们把 我请一位同学读一下 《以赛亚说事事》二整八节 我请看一下 《以赛亚说》四十二章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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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 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 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 所以这个穆加亚就消失了 消失了以后 但是这种人 整次让我们中国人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的时候 大家都希望有这么一个 当我们有受苦受难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有这个人来帮助我们 他帮助我们 谁来帮助我们呢 我们就希望 林郭武侠一样的人 一人一把剑 武艺高墙 他人品高杀 他帮助我们就变成 后来我越想越想 他就想分了 金银就写了一系列的武侠小说 叫《飞雪连天设百路》 《孝复神侠以碧云》 就是一系列的这样的武侠 变成了中国人这个梦想 大家都知道是假的 武侠肯定是假的 但是呢 环市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金银的武侠小说 武侠他武侠 武侠是假的 但是会武术的人肯定是有的 有那么高的功夫 把他飞起来 就是飞过去了 那不能飞啊 人家都喜欢啊 为什么喜欢呢 今天告诉元宴的大家啊 我们一直在换 大家都知道是假的 黄慧宏啊什么的 佛山无鹰腿啊 什么李小伦的唐山兄弟啊 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啊 拍的就是功夫片 从中拍的那种啊 黑计划啊 还有什么《色雕阴行传》啊 什么《笑傲江湖啊》啊 没人说当然这是真的 但就觉得很开心 因为这里头藏着一个古老的中国梦 就是一个末家的学术 这种好人呢 怎么不得好报啊 他们都不见了 在历史上面消失了两千年 消失了两千年呢 这个愿望呢 还是埋在心里的舍不得啊 这谁都做不来 我靠自己做不来 真做不来啊 好 现在大家讲一下 道家真神 神仙啊 中国人做的还有一个幻想 就是变成神仙啊 神仙是道教的崇拜对象 道教是老子为原始天宗啊 他们的著作是道对经啊 道教的人人可以修道可以成仙啊 修道成仙啊 湖北一个武汉楼啊 武汉叫皇后楼干什么 皇后楼是典型的 道家的圣地啊 老师 那就是那我之前听的那个孙悟空啊 那里面天鹅玉皇大帝也不就是神仙吗 对 结果连个小妖 就是连那个妖精孙悟空都打不过 那个时候 稍微讲西游记啊 稍微给大家讲西游记啊 可以修道成 西任一场皇后居此地空于皇后楼 对吧 皇后一去不复返 怎么说 皇后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债空悠悠啊 秦川丽丽 汉阳树 黄草齐齐鸥鸵宇宙 寂寞相逛 活处是烟箔江上 那个德道成仙了 尤其是那个黄后楼就修炼的 修炼才会修炼达到长生不老啊 那么修炼过程呢 情境无为啊 我命在我不在天啊 这就是修炼 就是道教 那么修炼之后呢就变成什么神仙啊 香港道教协会的资料 是 两千多个神仙啊 有很多的神仙 黄道仙 拜黄鼠狼的 拜树的 拜马祖 台湾的 拜马祖的 大陆的 拜什么 拜很多 很多很多的 拜三省土地 还有拜什么 他主要分为两派 一个是全政派 全政派 经营武侠小说里头 这个全政妻子 全政妻子 全政派呢 他主要是讲 叫修炼 修功 知识分子阶层里头 比较受欢迎 比较受欢迎 传说呢 成绩十汉呢 成绩十汉的时候呢 本来杀人 一个秋楚姬 秋长春 就秋楚姬呢 就劝成绩十汉 你杀了那么多人 你会找 要放下刀啊 就是什么呢 要什么呢 要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立地成佛是佛教 要什么呢 要救生 就是要放生 就是说要戒杀 就戒杀 道教叫戒杀 佛教叫放生 就劝了他 成绩十汉呢 就没有这么杀人了 成绩十汉原来都是很 后来呢 成绩十汉命令 求主及要掌管天下道教 你看到没有 这个图啊 历史上 就秋楚姬 跟了成绩十汉来聊天 也劝他 这种一个故事 这就是道士 带着很道德 比较知识分子的继承 有些权政派 还叫正义派 或者叫权义派 他们里头有龙山争 毛山争 叫毛山道士 他们的主要是人死了 跟着曹度 这民间的 比较民间的 叫做将服 鬼话服 鬼话服就是他们干的 这样的事情 什么搞个镜子 挂在你的墙上 搞往水 搞把铁器放在刀上面 可以避邪 还杀子鸡 也要搞去血 就拧一下 等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他叫乌鸡血吗 不是一滴血 一滴血是美国的一个电影 是乌鸡血 乌鸡血 乌七八糟的很多 这些民间巫术 他是来自于沙满教 道教来自于世界宗教的人 叫沙满教 也不在乱讲 基本上搞这些东西 看到没有 在喷水 就是搞这些东西 你知道一下就行了 叫正义派 大家介绍两本小说 道教在中国历史上面的影响力 也两本小说 一本叫分神演义 他的神是由人变的 人变成神 他变得 武王伐咒 统在天下天兵天将 坏人 坏的神就生不报 好多人就江子一样 就分队过程 道教 那么知识分子阶层 刚才道教分为两个阶层 一个知识分子阶层 知识分子阶层 那些比较喜欢看水浒传 那么一般老板信 水浒传看不明白 他就看到 他分神演义唱戏 很多民间戏曲 就跟他分神演义 就排着什么 哪吒三太子 太子 太子自己有一个 没有三太子 二太子 一太子 胡说八道 李静是拖塔 李天王 是这样的人 还有什么狐狸精 还是这样的故事 反正都是人这里的 搞鬼的一些东西 水浒传 水浒一百人八家天宫 七杀天宫 三十八地杀 然后就演绎了一个水浒传 在民间的戏曲 然后经过斯莱恩 吴成恩他们的编 也变成水浒传 其实以后我跟人家讲 深潮历史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深潮历史的时候 也没有一把 就去世一十八双 回来 去世三十六兄弟 回来的十八双 就三十 只有三十六个山东人 就在里头起来造访 一十八兄弟 一十八双 没有一百零八 一百零八是小说编的 小说编 真实的就是这三十六个 以后我跟大家讲 这个道教的思想 他们就表现在 那个水浒传和分神演绎里头 那么民间里头 比较影响的就是祖先崇拜 分水 生肖 禁忌 咒语 八卦 龙王 庙宇 观众土地 这些东西 最嫉妒教的男主 祖灵成败 那么人死了以后 就会保佑你 爷爷奶奶死 本来活着的时候 走路还走路 他躺在床上 你要给他喂水 然后他死了以后 也变成祖灵了 好莱坞拍了一个电影 叫做大家看过吗 叫做《花木兰》 《花木兰》里头 那个花木兰叫做祖灵成败 来个祖灵保佑了花木兰 带着了 中国的祖灵成败 看过那种漫画版 不是真人版 就是主祖死了以后 能够保佑人 把祖灵当成神了 就这样的 就简险偶旋成败 基督徒胜过不容易 我过去被人家受了很多委屈的 我爷爷爸爸死了 我奶奶死了 我妈妈过世了 他们都搞这些祖灵成败 这些习俗 这些朝都这些的 我也是逼迫的 做好准备 好 只要把他讲完了 他讲不了了 别人经常把他都把他讲完了 这时道教还讲过儒教 不知道怎么讲 怎么讲不完了 我看儒教 讲不完了 今天这五分钟时间了 不讲儒教了 这就讲道教了 不讲儒教了 这个事情 我们基督徒福音在 中国传播 比较难主 一般老百姓的 信结实就是主因成败 因为中国的南方人 长江以南的人 特别难信耶稣 你知道文言吗 就是他们主因成败 你信了耶稣 他觉得你不要祖神 他觉得你不忠不孝 尤其是中国朝善人 他很相信祖神 很近祖神的 我们湖南人很近祖神的 你挖了 你这代的机会就挖他的祖神 是吧 异国团 异国团当然你要反对 华尔就是因为祖名崇拜的人 是 但是基督徒 对那个祖神 他认为不敬的 你就信耶稣去了 不要祖神的 这个罪名就是很讨厌 这个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一下子就讲儒教 本来像今天 我以为一天堂课会也来了 大家已经讲讲不来了 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 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 没有没有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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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大家几个小问题 我问大家几个小问题 这个小问题啊 中国人有哪些幻想 哪些幻想 武神仙 还有那种乌兔邦 还有武侠 武侠 神仙 乌兔邦 有秀崇拜 你现在当时 你教义崇拜 是什么 幻想 有这个幻想 武侠 领袖 还有个什么 加着讲 就是那个 英雄 神仙呢 神仙 不朽啊 这精神的不朽 精神的不朽 哪些和 哪些幻想跟世界的一样的 跟别的国家也有的 哪些幻想 英雄 乌兔邦 乌兔邦 三个跟世界一样的 一个乌兔邦 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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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世界一样的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他们叫罗宾汉 大家知道罗宾汉吗 罗宾护的 有些世界跟世界是一样的 是崇拜 木架是做什么的 木架是做什么的 还记得吗 帮那些小国是吗 对 有道理 关小国的 叫非公 木架是干什么 木架 他非公 就是反对大国 尖闭小国 欺负小国 叫非公 然后他先尖爱 人人之间互相帮着爱 然后呢 尤其哪些成语故事 简爱 然后呢 推崇节约 生活很节约 很朴素 然后再问 木架 这个木架相关是成语吗 赴汤导火 赴汤导火 握守成规 还有 还有那个什么 死不选种 这不种字 脚跟 真的 怎么回头 还有一个 那么木架为什么在整个消失 变成这种武侠式的幻想 这个没了 而且是 这两百三百年就没不见了 第一个是因为 他们说的这些行得太难了 对 行得太难了 还有呢 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有很多人反对他们 他们是社会的少数派 这极少数派 有人说三百个人 我这整个是160个人 有183人 这人很少 还有呢 第三个就是呢 就是他说的人性是自私的 他们干这些事情不能升官发财 所以就很少人来干 对 就是这一个中府各个社都打击他 都打击他 不说你好 大家就说你好 都打击他 到西汉时期他们基本上就不见了 第五一个呢 他们从外面讲了 他们里面也偶像成了 他们的那个领袖句子就是个教皇 就是个教皇 他说了绝对 他绝对无 叫上行 大家知道吗 我想变成武侠了 大家知道为什么变成个武侠 变成个武侠式的幻想 怎么变成个武侠了 大家还是很心里还是希望 大家心里还是希望 有这么个好人出现 对不对 他的仇敌都佩服了 你先看他做人做什么程度 对不对 虽然是少 像庄子还有就是什么 孟子他们都很佩服他 这真的是好玩 对不对 那你的敌人都佩服了 你知道你做人做什么 但是大家都生活当中不行 但实际上没有幻想 就怎么出现 就在这变成一个中国式的武侠幻想 好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忘了讲那个道教 不行 那个宠义派怎么一资格下就行 不需要大家背上这个东西 当然是我来穿福音的时候 聊到这些东西 好 我们就结束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佛神 就是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中国人 自己民族的思想 历史上图形国威胁 在人看来是很好 很不错的人 但是大家都做不到 就要变成一个武侠式的幻想 天父联名和帮助我们 在基督里头知道如何行事为人 祷告说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